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至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麻二百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四十几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了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疗剂 好了 今次这个疗剂是叫做磐叉 Borix Borix 或者Sodium Bori Borix Borix 磐沙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磐沙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民间坊间 都有不同的应用 比如可能有些人会局部处理阴唇症症症症 这些问题 用磐沙 孵 是帮助阴唇症症症症症 尿道的黏膜就发炎 亦都被用于一些发羊雕的症状 另外一个应用是坊间会应用的 就是处理一些唱歌的人 或者牧师猴那些猴砂 突然间就好像失了声 有些人就直接用塑料磐砂 来溶在口中 即时令到沙声即时会康复 在体质方面 很多时候用在小孩出牙的时候出现问题 这些小孩通常皮肤比较松弛 肌肉都比较松弛 皮肤有些松松的皱纹 或者是因为受寒或者受湿的环境 可能在周居劳动吹风 吃些山水果 出现这方面的问题 在同类疗法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疗剂 是处理什么呢 处理那些 饿口疮 Aural flush 或者口肯的那个 Candida 那个 这个的 念珠菌 口肯的念珠菌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症状很多时候 有些外肢病的病人 是出现这样的口疮 或者口部的那些溃扬的 但是我们在同类疗法 很多时候就用在 宝宝仔 喂奶的时候 口肯是出现溃扬 损痛 或者口疮 在我们的同类疗法里面 除了这个磐沙 可以帮助这个问题 我们有其他的疗剂 比如那个 盐 National Mule 和硫酸Sulfuric Acid 这两个都是 可以用在这些 口肯的口疮 或者 那个口生非枝 这些 那 那我们怎么分辨它呢 刘孙在遇到这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口肯的溃扬 通常是有些 有出血的症状的 有时候你会发现 口肯的那些 那个溃扬的地方 会有出血 有时候你去按一下它 你会发现 有些血可以截到出来的 好了 另外一种疗剂是水银 水银通常 在口肯里面 溃扬得来 它有很多口水 流很多口水 OK 另外一种疗剂 另外一种疗剂 通常疗剂 通常疗剂 在嘴唇 或者在面猪后面 在口肯里面 嘴唇后面 这种疗剂 这种疗剂 很多时候 就是 那个 炎形 OK 所以大家遇到这个情况 都小心辨证一下 再说一次 牛酸是有些出血的 水银有口水的 而炎形 通常在嘴唇后面 或者是面猪后面 可以这么说 一般性的 菲脂 炎形是比较好用的 这种疗剂 而菲脂 通常是出现在 一些 我们叫做 鹅口瘡 就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念珠菌 口肯的炎朱菌 除了口肯之外 我亦都会用在 尿布疹 或者是肝门 出现这些 绘扬 损伤 或者是肝门的 念珠菌 那些疹 这个 都是 磐沙可以 应用的地方 另外一个 应用的地方 就是在 那个 阴度的分泌 尤其分泌 好像蛋白 这样的 质素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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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亮亮的 那些蛋白 就好像 未曾煮过的 鸡蛋 那些蛋白 所以这个 亦都是一个 应用的地方 当然 另外一个疗剂 都可以 在这方面的 应用 就是 那个 石碳 那个 Graphitis 难得记住 同一个疗化 其实很多是 同病 有很多 二字 所以 其实 很多时候 不是一个疗剂 但是 有些疗剂 是比较上 过去的经验 是 特别有效的 所以 大家是 我们学的时候 都要了解 我们要辨证 有时 一类的问题 其实有少少不同 油的少少不同 它独特的地方 就会采取不同的尿剂 好了 彭生的 甚至 除了有 尿布疹之外 有 土舍 还有 它的分辨 是比较臭的 很多时候 尿疹 是令到两个屁股中间的位置 差不多是损掉的 这种感觉 这些是比较严重的尿布疹 这个症状 还有 记住 加上 那个疯便 是比较臭的 所以 在彭沙 很多时候 是帮助一些 就是白毛菌的这方面的问题 好了 其他呢 彭沙的关键症状呢 包括呢 就是病人 通常就是 感应器官比较敏感的 通常呢 病人通常很焦虑 很不安 对一些声音 那个音乐 噪音 还有周围的东西 就是很敏感的 所以里面 差不多是很紧张 这个情绪的 那么很多时候呢 彭沙的那些 小朋友呢 就是 很怕一些 突然来的 音响的 你突然一个声音 它突然之间 扎醒的 那么所以很多时候呢 是出现一些 沙文仔的夜经 那么譬如 沙文仔睡觉之后呢 突然之间 听到一些小小声音呢 它呢 就会很紧张 很害怕那些 会哭得很厉害的 所以你遇到这些 这样的 沙文仔的 发恶无畏夜经呢 因为声音 特别敏感呢 可以考虑 用彭沙 这个疗剂的 好了 在女性方面呢 我们都可以用一些 那个 那个 黏膜性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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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个 那 那个 病人呢 感觉呢 他整个子宫就快要掉出来的 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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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很有趣的 症状呢 很多磐沙的阵营是很怕向下跺下去下距 这种动动令他很怕 有时候我们试试一个磐沙的尿剂 我们把磐沙的尿剂抱之后 突然向下放一放 如果磐沙是磐沙型 很多时候他会很怕会突然哭起来 加上尿是烧气、灼烈 口腔炎周围出口腔炎的时候 有些白点在蜜上 或者是面珠灯的唇 亦是一种白点的抛诊 蚌沙型都是很怕高空的地方 去上飞机或者升降机 因为升降机上上落落这种离心力 令到蚌沙型的尿剂很害怕 所以蚌沙是有他的很特别的独特的地方 和应用的地方 原医生刚刚介绍了的同类尿剂 觉得适不适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尿剂 可以在铜锣湾、沙电街、富城商业大厦2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啦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